哈囉大家好我是Zo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如何申請到國外的學校 如果你們有在看我的Vlog的話 你應該就會知道我從海洋大二結束之後 我就會轉到美國的大學去繼續把我的大學學位讀完 那今天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個申請的流程 還有一些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啊 或是新書歷程等等的 首先呢我先來講一下我的背景 我之前是國中畢業之後我有去美國交換一年之後 繼續在台灣念完高中 然後也考了學測申請到海洋大學 然後讀了兩年 那在大二的時候呢我也有申請台北醫學大學的雙主修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在這樣子的求學歷程當中呢 我還是很想要去體驗生活 因為我覺得我的人生不應該只有讀書 那還是要去體驗一下可能國外的生活啊 或者是把自己放到一個比較不穩定的環境裡面 讓我自己變得比較獨立 或是英文能力增加 所以我才決定我想要出國讀書 接下來呢就是要講說我整個申請的流程 首先我可以先推薦給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先列出一個自己的時間軸 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出國讀書的人 你就可以想說你幾月的時候要 可能要開始爬文啊找資料啊 你幾月的時候要把英文成績考到 然後再來就是要什麼時候要申請什麼時候要入學 可以把自己的一個時間軸列出來 那至於我的話呢 我是高中的那個階段我就非常想要出國讀書 可是高中的學費對我來說就是他也是一個蠻貴的金額 那我就想說那就往後延就等我大學的時候再去 可是在我高中那個階段因為要準備學測 那對我來說學測就是已經一個非常困難的考試了 因為我也不是一個非常會讀書 或是非常會考試的一個人 所以我還是很努力把這個考試完成之後到了海大 在升大一的這個暑假呢 我就去考了我的托福成績 我原本的計畫是我大一念完我就要轉出去 可是當我考完考試大一念完之後 那時候開始要申請好像就有點覺得太趕啊 然後或者是有些申請上面的東西還沒有特別的了解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再晚一年就等我大二整個念完 然後我再轉出去 前面開始想說我要出國讀書的這個階段 我覺得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 在考托福之前你可以有一段時間是去網路上面搜尋 你喜歡的科系啊或是你喜歡的學校 然後對他們做一些初步的了解 那我差不多就是等我考完托福之後 我大二上學期也就是差不多10月11月的時候 我就開始要去申請我的學校 從9月一直到隔年的4月這一段期間 都是在申請的階段 然後等到申請你錄取了之後 差不多4月到6月就是現在 你錄取你可能就要辦簽證啊 你要買機票啊 你要打疫苗啊等等這些東西 就開始陸續出現 然後等到8月真的會飛出去過外讀書 那講完我的實驗軸之後呢 我就要開始講一下這整個申請的流程 那在申請的這個階段呢就是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你自己從頭到尾自己來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去找代辦 那代辦的好處就是 他就是一手幫你包辦嘛 但是你就是要付給他一些費用 那如果你是資金比較優渥的同學的話 你可以去找代辦都是ok的 因為他也可以可能可以給你更多 你自己沒有注意到的細節啊 或是幫你擬好比較厲害的推薦性 反正他會給你一些資訊跟幫助我覺得是好的 如果你像我一樣沒有想要找代辦的話 你自己來也都是ok沒有問題 開始選擇要自己下手去做整個申請的流程 我就上網開始找資料 那我就找到了兩個application的 算是一個系統吧 一個叫做common application 另外一個就是coalition的application 他們裡面有跟很多很多的大學有合作 那你只要填一份你的可能基本的profile 這些其他的學校就可以一起來共享你的這份profile 那你就不用填很多很多份 那我自己就是用coalition的這個application 去做我的申請的動作 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網看一下 很多youtube啊或是google上面文章都會寫說 跟你比較這兩個application的差異是什麼 或是哪一個對你來說比較有利 但我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就他都是一個幫助你去申請學校的一個工具 並不是說所有的學校都有跟他們合作 如果你在上面有搜尋到你要的那些學校 他並沒有跟這些系統合作的話 你就要另外到他們的學校去找他們的申請流程 跟他們的form去填你的基本資料 或是一些講教他們要你提供的文件之類的 對那我也知道常春藤他們的系列吧 就是因為他們也是很厲害的學校 所以他們自己也有他們自己的系統 再來選好你要用的系統啊 或是申請的方式之後 你就開始要去選你要的學校 那有些人會問我說你是怎麼 找到你心中想要去的那間學校呢 我這邊可以提供一些方向給大家去思考 第一個點呢對我來說我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學校的排名 還有學校比較突出的學術是哪一塊 我在台灣我是唸食品科學系 到國外我想要去唸生化 所以我就從食品科學系轉到生化 我就會上網去搜尋生化系 或是生技系或是藥劑這方面 比較突出的學校有哪一些 這邊可以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QS ranking跟Times ranking 這兩個都滿是有具有指標性的一個 排名的網站 看完學校的排名跟一些他們的特色啊 或是比較突出的學術這一塊 最後呢我再來就會思考的就是他們的學費 還有獎學金的部分 因為不是每一個家庭都可以提供孩子 這麼多的學費去學習 或是可以完全負擔這些費用 那自己就要思考 這間學校是不是可以給你全額獎學金 或是半額獎學金 那有些學校是你進入到他的那間學校 那你如果要蓄零的話 你的成績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程度以上 你才可以蓄零這個獎學金 而且他有一些你在申請的時候 他是會要你付上申請的費用 而且申請的費用也每一間不太一樣 會有一些差異 而且都不太便宜 差不多都是80到150美金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想好再去做這個申請的動作 那除了排名 特色然後學費獎學金等等之類的以外 你還要思考的一個點就是這個學校的地理環境 也是一個非常需要在便利的環境生活的人嗎 還是你覺得去到比較鄉下一點的地方也OK 或是說你到了這個學校 它是在比較市中心的地方 那你可能你畢業之後你要找實習 或是你要找工作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應著這間學校的地理位置 然後去找到你理想一點的工作 這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點 再來申請的過程啊 我要講到第三個就是我們的申請文件 那我這邊會列幾項 大概都是我有提供的一些文件 還有一些小tips給大家 第一個呢一定就是成績類的 成績類不外乎就是英文的 英文成績、英文能力嘛 那我的話就是考託福跟SAT 可是我那時候 SAT好像可以選擇不要上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還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說你不用上傳 所以我就上傳我的託福成績 那你也可以在申請的過程當中呢 考你的託福嘛 因為託福你一進去考 考完之後十個工作天 好像就會把你的成績寄給你 大學端它會要求你要寄一個 Official的成績的話 你就上那個ETS的網站 請他們把成績寄到那個大學是OK的 可是它會收取一些費用 再來呢就是你的在校成績 在校成績它要看的是GPA 還有你各科的成績 像我的話因為我是轉學 所以每一科的成績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因為它會看你的成績去衡量 你能不能抵掉這個學分 除了大學成績要以外 它還要高中的成績 還有國三的成績 因為在美國那邊的學制 它是國三到高三是他們的高中 對他們的高中是四年 所以它會可能會要求要你給高三的成績 有關於成績的部分呢 在很多學校的官方網站上面 他們都會寫說 你至少要達到怎麼樣的標準 你才可以來申請我們的學校 可是通常它會告訴你說 這是它的門檻 也會告訴你說 普遍學生申請上這間學校的平均是多少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考取到 他們學校那個平均值 才會比較容易錄取這間學校 在你講教完這些成績之後呢 他會要求你要給他推薦信啊 那推薦信的部分就是 你可以找一些業界的人士 或者是你學校的教授 像我的話 我是就是給我的教授寫 因為我是大二的學生 我也沒有進實驗室 所以我沒有指導教授 通常像在台灣的大學 都是大班制的嘛 就是一般就好幾百個人 教授也不可能一個一個 每一個學生都認識 所以他可能你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你先擬好一個稿子 然後再給他論事就好了 再給他修改 或是給他簽名等等 在這邊也建議大家要提早的 跟你想要請他寫推薦信的人 說你想要請他幫忙這個部分 因為他可能不是這麼的有空 像在這些application的那個系統裡面啊 他通常會叫你要 把老師的email填到系統裡面 那這個系統會直接寄一封信 給你的教授或是業界人士 請他們直接上傳你的推薦信 推薦信調教完之後呢 美國的大學會想要認識你這個人嘛 他才會希望你 來到我們今天學校 是對大家都是有幫助的啊 或是他可以給你一些資源 然後讓你成為一個好的人 所以他可能會要求你提供一些自傳啊 或是他會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你去寫 在自傳的部分 他一定想要看到的就是 你的人格特質 那我覺得最難的其實是 把你的人格特質 還有你的故事寫得很通順 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透過寫完你的文章之後 給你的同學看一下 或是給你的教授看一下 請他們幫你修改 或是以旁人的角度去給你一些建議 我覺得都是好的 但也有一些大學會告訴你說 在自傳裡面 他希望你提到哪些哪些事情 那你就可以按照他給你的這些 那些細像去朝那個方向寫會比較容易 我覺得還有一個寫自傳的點就是 這間學校的哪些事情 跟我本人是有match到的 就可能這一個學校的這一個戲 跟我的什麼故事的哪一個方面 是有很密切的結合 人家就會覺得 喔你是真的有認真的在去看 他們這個學校的這個戲 有哪些課程是你很有興趣的 而不是真的只是把那個名字複製貼上 然後告訴教授說 欸你有沒有這些課而已 再來繳繳你一些文件啊等等的 後面他可能會要求你要附上一些課外的活動 可能講狀啊 或是你一些不一樣體驗之類的 你也可以把它寫上去 他也可能會要求你寫成一篇文章 或是要求你繳繳那些有力的資料 講狀的PDF檔之類的都有可能 因為我是轉學過去的 所以他們很在乎的就是你 到底在這間大學你上過了什麼課 然後你拿到了幾分 那美國那邊的大學 可能會要求你要提供一些 你在台灣上課的課程大綱 這樣他們才能去評估說 你在台灣的課程 是不是跟他們那邊有相符到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讓你抵這門學分 那我們申請的過程就講到這邊一個段落 那再來就是要講 如果你已經申請錄取了後面的一些程序 那我分成幾個點 第一個呢就是你的簽證問題 當你錄取之後學校就會發一 叫做i20的東西給你 那你要拿這i20去 美國這台協會去申請你的F1簽證 那F1簽證就會出現在你的護照上 這樣你就可以出國讀書 對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 我那時候差不多是5月的時候拿到我的i20 拿到之後呢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等我的暑假 然後比較有空的時候再來去 填那些面試的東西 就是簽證面試 去預約申請這樣子 結果我上去我填完整個流程做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預約時間 他跟我說要到9月 我說天啊我8月就開學了耶 我怎麼可能等到9月我才去申請我的簽證 這樣我開學一定會來不及 後來我就打電話去他們的客服部問 然後他就說你可以申請一個基建 就說因為你是開學的原因 所以你必須要提早去做這個面試 對然後結果就隔了一個禮拜之後 就通過了就讓我提前7月底的時候 壓線的時候讓我去面試 對至少也提前了 所以如果你們馬上拿到i20 最好就是那個時間就趕快去申請 不然因為疫情的關係吧 所以可能他們會壓縮那個面試的時間 再來就是學校會再發給你另外一個form 叫你去填 那個就是要確認你的打針的狀況 可能每個州的不同 可能在這個州的某一個流行病比較嚴重 那他可能就要說你要去打這個針 就是像疫苗啊之類的 那他也可能會想要確定你以前打過的針 是不是可以不用再打之類的 就是他會有一張讓你去填 這樣填完之後他們需要收到這個才會讓你入學 有些學校是會讓你去申請一個他們自己的學校的一個賬號 那你所有補交的文件啊 你就在那個地方補交就都可以了 所以就不用擔心 再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們住宿的問題啊 或是一些選客 如果你是新生你應該都會有一個自己的advisor 你可以去問他說我應該要修什麼課啊 或者是說哪些課是比較適合我的 你就可以跟他談 那你也可以問他說住宿的部分 那像我跟我弟是因為 我申請的是University at Buffalo 是紐約州立大學的水牛神分校 他們是有跟其他一些公寓合作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的找到外面 學校以外的住宿 那如果你想要住在學校裡面的宿舍 也是可以的 你就是繳費嘛 然後去登記說你要什麼什麼什麼 這都是ok的 那等到這些都差不多確定了 你的課也確定了 就等開學 就可以搬進你的新宿舍 或是你新的居住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準備去上課了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申請 國外的學校 都會經歷一個差不多 這樣子應該有算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就是你要好好去做準備 那如果你是很趕的學生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加緊你的腳步 趕快查點資料啊之類的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按部就班的去準備好你的資料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還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一直很急著想要出國 可是一直沒有機會 或者是還不到那個時候讓我出國 後來我就看到了一個句子 它就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所以大家真的莫急莫慌莫害怕 就按部就班的把你該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該繳的文件繳出去就好了 對 所以要出國留學的朋友 跟同學們加油 對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那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